欢迎来到知识博物馆 您身边的知识分享官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安禄山叛乱的背后 首先 我来简单总结一下 本讲我们要掌握的知识重点 要读懂唐朝 先要读懂安史之乱 这场战乱 结束了圣唐的神话 百年帝国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圣唐一去不复返 往昔的繁华成为悔意 战争的创伤成为唐人难以治愈的心灵之痛 安史之乱 是唐代从755年的12月16日 到763年2月17日 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 是唐朝游兴盛道衰败的转折点 要讲安史之乱 我们先来了解安禄山叛乱背后的故事吧 首先 安史之乱之所以能发生 是源于唐朝的对外扩张 扩张导致了唐朝的行政系统开始以效率为导向 使原有的募兵制取代了辅兵制 进而产生了滋生军阀的土壤 国家在边境设置了藩镇 藩镇又想有独立的财政权 于是 一代萧雄安禄山 就以藩镇统帅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他被唐玄宗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后 就开始了他的崛起之路 第二 唐朝的对外扩张 还导致了各种利益集团 对军权的争夺 唐朝实行的是出将入巷的制度 也就是说文官和武将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这就导致了 军队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 变得盘根错节 在向李林府决定改变这一现象 他让缺乏背景的寒门子弟 和没有文化的胡人担任将领 这又给了安禄山做大做强的机会 正是这一时期 安禄山从平卢节度使 发展为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 使他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第三 唐朝的对外扩张 又导致了朝廷实力的下降 以及威信的扫地 唐玄宗为了方便对外扩张 把军队都布置在了边境上 在军事上形成了外众内卿的局面 特别是在阳国中攻打南兆 吃了败仗以后 朝廷的实力和威信又进一步降低 这就又一次刺激了安禄山野心的膨胀 于是引发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历史八年之久 使唐朝的人口大减 元气大伤 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接下来我们就深入了解 安史之乱的全部内容 说起安史之乱 读过历史的人 对这一段历史并不陌生 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 安史之乱以后 唐朝由胜转衰 那么 引起这场改变古代中国命运事变的导火索 是什么呢 以往人们一谈起安史之乱 都是这样讲的 安禄山是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胡人 因为得到唐玄宗的宠爱 提拔他做了高官 唐玄宗执政后期 沉迷于享乐 不理朝政 使野心勃勃的安禄山有了可乘之机 最后安禄山恩将仇报 发动了叛乱 乍一听起来 这也没什么特别 有机会就叛乱呗 谁不想要做一把手呢 但分析起来 问题就来了 唐玄宗为什么要重用安禄山这个胡人呢 难道只是因为喜欢他吗 安禄山又为什么敢造反呢 按规律 中国历史上叛乱的发生 要么出现在王朝早期立足未稳之际 要么发生在王朝晚期国力衰落之时 而安史之乱爆发的时间却有些不合时宜 当时唐朝刚刚经历了开元盛世 照理说正处于国力强盛时期 安禄山选择这时叛乱哪里来的勇气呢 而且安史之乱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 安禄山起兵的时候 打出的旗号是奉旨讨伐逆贼杨阳国忠 我们都知道 阳国忠是阳贵妃的哥哥 安禄山造反跟阳国忠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件事听起来似乎是有点意思 听完这些史实 这些就都不再是问题了 因为作者对安史之乱的原因 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场叛乱的爆发 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唐朝的对外扩张 你可能觉得奇怪 对外扩张是国力强盛的表现 怎么反而会招来叛乱 这岂不是有背于历史的发展逻辑吗 但在作者看来 对外扩张导致了三个结果 一是行政系统以效率为导向 二是利益集团对军权的争夺 三是中央政府实力和威信的下降 正是这三点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 下面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 为你拆解本书的观点 第一 对外扩张如何导致了行政系统 以效率为导向 这和安禄山的崛起有什么关系 第二 对外扩张如何导致了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 进而推动了安禄山的实力壮大的 第三 对外扩张是如何导致了唐朝中央政府实力和威信的下降 并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的 我们先讲第一方面的原因 安禄山本来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但没几年的时间 却担任了首位唐朝北部边疆的重要统帅 他究竟是靠着什么晋升上去的呢 这是源于唐朝对外扩张的策略 导致了国家财政开始以效率为导向 那这与安禄山的崛起又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咱们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国家对外扩张导致行政系统追求效率 这一点听上去不难理解 因为扩张就要打仗 打仗当然要讲效率 但具体到唐朝 这一点又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军事制度 唐朝前期实行的是辅兵制 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 全国各地设有600多个军府 每个军府管辖辅兵1000人左右 辅兵不用缴纳税赋 平时务农 农闲闲的时候参加军事训练 一旦遇上战士 辅兵就是真正打仗的士兵 辅兵的武器和马匹与现代完全不同 全部字以张落 但他们可以参与战利品的分配 辅兵制大大节省了国家的军事开支 也是支撑唐代前期战争的重要制度 但辅兵制后来渐渐衰落 到了唐玄宗时期就被正式废除了 为什么要废除呢? 这就要说到唐代对外扩张的策略了 可以说从唐朝建立到唐玄宗时期 唐朝一直在扩张 扩张就意味着前线离军府越来越远 辅兵去前线作战的成本越来越高 国家渐渐支付不起这个费用 而且辅兵在战争打完以后 还得回到所属的军府 这样的往返是很麻烦的 对此可能有人会问 那唐朝为什么不在前线附近 设置新的军府呢? 这是因为 辅兵制的基础是土地 唐朝的前线都已经深入草原和西域了 当地根本没有那么多土地 到了唐玄宗时期 辅兵制的问题就更加尖锐了 然而唐玄宗又特别热衷于对外扩张 杜甫有一首叫兵车型的诗 里面有两句是这样说的 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一位移 意思是说边境都打得血流成河了 唐玄宗却还在想着继续开疆扩土 因为频繁的对外扩张 导致辅兵们再也无力支付战争的费用 加上当时的土地兼并又很严重 很多辅兵的土地都被富人买走了 他们只好离开土地被井离乡了 为此宰相李林府上了一份重要的奏折 说各地军府已经没有辅兵可攻争调了 李英即刻停止辅兵制的实施 唐玄宗准奏了 辅兵制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取代他的士募兵制 所说的募兵制 就是国家按期发军饷 从老百姓中找人当兵 凡是参军入伍以后 就成为职业军人 这样招募的士兵战斗力更强 还可以长期驻守边疆 这样的兵意志看起来很完美 但安史之乱的祸根 就这样埋下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募兵制有很多好处 但也有一个最大的隐患 那就是它容易导致军阀的出现 我们可以拿辅兵制来对比一下 辅兵制下有一条规定 战争结束以后 要兵归于府将归于朝 就是士兵回到军府 将领回到朝廷 这样的结果是士兵和将领 只在打仗的时候汇聚在一起 士兵和将领之间 结不成亲密或生死的关系 这样将领们就很难有机会 把士兵变成自己的私人军队 但在募兵制下 士兵都是职业军人 和将领朝夕相处 这时间一常带兵将领 就容易变成军阀 而且为了保证边境军队生活的稳定 唐玄宗还在边境 划出一些地区专攻军队和其家属居住 这些地区就是所说的藩镇 藩镇的最高管理者 被称作节度使 而更严重的隐患是 唐玄宗为了确保对外战争的胜利 还变更了财政体制 因为募兵制需要定期给士兵发军饷 但当时的金融技术比较落后 由中央政府先把钱收上来 再给藩镇发下去这样的效率太低 于是唐玄宗就说 以后不用这么麻索 藩镇可以自行掌管地方财政 可以自己收钱 自己花 这样的规定确实提高了效率 朝廷不再担心军饷的发放了 但弊端与隐患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 藩镇手上又有兵又有钱 很容易形成割据势力 不过这一点 唐玄宗可能还没有察觉 他认为效率仍然是第一位的 而且他相信自己可以用政治手腕 镇住这些藩镇 可惜现实情况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在位期间一共设立了九个节度史 其中河北地区就占了两个 当时河北地区管辖的面积包括太行山以东 黄河以北 这两个节度史 一个叫泛阳节度史 是今天的北京市一带 还有一个叫平庐节度史 位于今天的辽宁省和河北省交界地带 安禄山担任过的第一个高级职位就是平庐节度史 这是个很富庶的地区 那么这个美差为什么会落在安禄山头上呢? 应该说这和当时河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有关 唐玄宗开元年间 东突厥灭亡 突厥人以及大批依附突厥的部族都归顺了唐朝 唐玄宗对他们实行怀柔政策 把他们就近安置在了河北地区 于是河北地区就成为这些游牧不足的定居地 河北地区住着这么多游牧不足 如果派一个不了解当地的民情 连少数民族的语言都不懂得汉人去那里当节度史 与那里人交流都有很困难 更别说领兵打仗了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 让安禄山赶上了好机会 现在我也借机会简单介绍一下安禄山的生平 安禄山出生于影州 也就是今天辽宁和河北的交界地区 他母亲是一位突厥族的女巫 没结婚就生了孩子 一些历史学家考证说 安禄山的父亲可能是中亚地区的苏特人 安禄山原本没有姓 据他母亲自己说是他像突厥的战神扎洛山 祈祷生下的他 就给他起名叫扎洛山 后来安禄山的母亲嫁给了一个姓安的人 于是他才改名叫安禄山 这在突厥语中是光明的意思 安禄山是个混血儿 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多民族杂处的河北地区 熏染上了多种文化背景 具有的史料说他精通六门语言 长大成人以后 安禄山在银州靠给过往的客商做翻译 当中介来维持生活 这段经历是安禄山了解了很多世面 也让他获得了揣摩人心的本领 安禄山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是当时驻守河北的名将张首归 安禄山有一次偷张首归家里的羊 让人家给抓住了 听说抓住了一个偷羊贼 张首归叫手下的人拉下去打死算了 眼看着棍棒就要落下来了 安禄山大声喊叫道 你们不是要消灭气丹吗? 为什么要打死我这样的壮士呢? 张首归听了他的喊叫觉得很诧异 才仔细打量安禄山 一看 此人恐无有力 就起了恻隐之心 于是就放了他 并叫他留在自己跟前做事 至此安禄山如鱼得水 发挥特长 立下了不少功劳 被张首归收为一子 有一次 张首归派安禄山 作为自己的代表去长安递交文件 安禄山因此有幸见到了唐玄宗 他因为特别会来世 也因此给唐玄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只要唐玄宗派人来幽州视察 安禄山都会极力去贿赂和巴结 而那些拿到过安禄山好处的使者回去之后 也总会在唐玄宗面前为安禄山说好话 于是安禄山一路官运亨通 到了开元29年 他已经升到了平庐节度史 平庐的核心区域就是安禄山的故乡营州 安禄山不仅会巴结上司 也更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适当的地方 唐玄宗在胡话严重的河北地区设立了藩镇 一直想着找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做藩镇长官 而安禄山精通六种语言 还曾立下战功 可以说是此位置的不二人选 而且安禄山让人看上去还是一副忠诚 又憨太可居的样子 有一次他见到太子却不行礼旁边的人 赶紧提醒他说快行礼 安禄山却装傻充愣 说太子是什么官 我只知道给皇上行礼 唐玄宗听说了这事后 对安禄山就更加的推心致富了 唐玄宗的对外扩张 给唐朝的行政系统带来了变革 同时确实也给安禄山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除此之外唐朝的对外扩张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 利益集团对军权的争夺 进一步推动了安禄山的坐大 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中的玄机就在下面 刚才我说安禄山被唐玄宗封为平卢节度使 那你注意没有 如果他只拥有平卢一个藩阵 那他是没有实力造反的 可当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 安禄山已经身兼平卢 泛阳和河东三个藩阵的节度使了 有了这三阵的兵力 安禄山才有了造反的底气 安禄山的坐大都要归功于一个人的支持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 说到李林甫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 他是一个成语口秘附建的人物 其实李林甫的人品什么样 在这里不是介绍的重点 但他的政治才能还是可圈可点了 在旧堂书中就赞扬他做事谨慎 很有章法 但就是这么一个谨慎的人 却把安禄山往叛乱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要说清这里面的事情 就避不开唐朝出将入相的这项制度 唐朝前期热衷于对外扩张 于是规定文官可以去担任武将 立下卓越战功的高级将领 也可以入朝担任宰相 比如开元年间的名臣张家珍 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 后在军队中任过武官 再后来到朝廷担任了宰相 出将入相的制度 保证了文官和武将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但李林甫打破了传统规矩 他对唐玄宗说 啊 应该多用那些寒门出身的人和胡人担任武将 寒门没有政治背景 不会内外勾结 胡人作战比较勇猛 能打胜仗 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从此唐朝涌现了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名将 如李光碧、高先知以及突厥人歌书汉 李林甫的身份很特殊 他是唐朝的宗室 他的曾祖父是唐高祖李渊的唐帝 所以相对于那些各怀鬼胎的士族 李林甫作为朝廷宰相自己追求的利益 与国家利益基本是一致的 理解了这个背景 我们对于李林甫的那个建议 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他看来 寒门子弟不牵扯利益集团 胡人又头脑简单 让他们担任将领比较放心 而且军队内部的关系会简单得多 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心理 所以李林甫看安禄山 也觉得特别顺眼 据说安禄山的体重有300多斤 长得浓眉大眼 憨太可居 而且毫无背景 是靠着一路的摸爬滚打和军功走上来的 于是在李林甫的庇护下 安禄山官运亨通 正是在李林甫担任宰相期间 安禄山从平庐节度史发展为身间平庐 泛阳和河东三个藩镇的节度史 身间这三个地方的节度史 等于整个华北边境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当然 对安禄山 李林甫也不是毫无防备 为了制服安禄山 李林甫也是用了一番心思的 安禄山原本对李林甫是不大恭敬的 后来 安禄山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按规矩要进攻朝建皇帝 李林甫就故意安排安禄山和同为御史大夫的王洪一起进攻 进攻以后 李林甫严肃地召唤王洪上前行礼 王洪呢赶紧踩着小碎步走上前 弯腰坐一 非常恭敬 安禄山见王洪这么害怕李林甫心里也很恐惧 也赶紧跟着弯腰了 后来 李林甫经常与安禄山谈工作 每次交谈的时候 李林甫总能摸准安禄山的心思 安禄山以为李林甫是神仙 对李林甫从此就增加了敬畏之心 就是在平日本里 安禄山也很害怕李林甫 他经常派一个亲信去长安打听消息 每次亲信回来的时候 安禄山第一件事就是问李林甫说了自己什么没有 如果李林甫说自己好话了 安禄山就会高兴地跳起来 如果说李林甫对自己有所责备 他就会愁眉不展 自言自语地说 哎呀 这下我算是死定了 李林甫虽然很有手腕 但他仍然酿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 那就是安禄山再一步步地坐墙 这背后的原因是唐朝的对外扩张 导致了利益集团对军权的争夺 李林甫为了制止这种争夺 重用了表面老实的安禄山 让他从一个藩镇的节度使发展为控制三个藩镇的地方军阀 对此你可能会问 控制了三个藩镇 难道就能对抗中央政府了吗 对此我都可以回答你 能 安史之乱爆发前夕 三个藩镇让安禄山手上 拥有18万酒精沙场的雄兵 而堂堂的大唐朝廷手上的士兵 只有8万不到 而且当时朝廷在百姓中的口碑极低 老百姓对朝廷怨声在道 于是安禄山才有了造反的胆量合法码 唐朝中央政府 实力和威信的下降 也源于对外扩张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就带你来一探究竟 原来唐玄宗为了对外扩张的需要 把大多数军队都放在了边境 这就造成了军事不局上的外众内清局面 边境地区兵力很多 中央政府的兵力却很少 唐玄宗在位后期 边境地区的军队总人数达到了49万人 而中央政府的军队只有13人万 李林府去世以后 由杨国忠也就是杨贵妃的哥哥 接任宰相之职 因为他发动了攻打南兆的战争失败 又让中央军损失了一半的兵源 旧堂书里说 杨国忠这个人不学无术 品行也很差 就连他自己家族的人都瞧不起他 安禄山更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杨国忠有一次半开玩笑的 对安禄山说 你也是个文盲 咱们俩人彼此彼此 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啊 安禄山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很低级 从此就更加的看不起他了 像安禄山这样没什么学识的人尚且如此 而那些士大夫们怎么看杨国忠 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杨国忠自己在众人眼里的形象 他自己自然清楚 他也急于做出一点成就 树立自己的威望 那做点什么呢? 他知道唐玄宗热衷于扩张 推崇军功 于是也想立点战功来借此站稳脚跟 但是立军功是需要打仗的 那去打谁呢? 北方的游牧民族过于凶悍惹不起 于是他把眼睛盯在南方的南兆 南兆位于今天的云南地区 是汉人和当地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小国 他认为这是个软柿子 可以捏一捏 其实早在他就任宰相的前一年 为了给自己树立权威 他就派军队打过一次南兆 结果士兵到了云南 因水土不服 战斗力下降 结果是大败而归 而杨国忠认为 上次失败的原因是兵力不够 这次要多派些人马 于是杨国忠开始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一带招募兵员 老百姓听说这次招兵要去云南打仗 所以都不愿意去 于是杨国忠就下令强行征百姓当兵 对此大诗人白居易 有一首诗叫《新风折壁翁》 反映的就是当时的情形 诗中说陕西新丰县有一位88岁的老翁 断了一条胳膊 有人问他 你的胳膊是怎么断的呀 他说当年宰相杨国忠要征兵去打南兆 一听这消息老百姓都哭成一片 因听说南兆那个地方有一条河叫卤水 河里有瘴气 当渡河的时候 很多会死在水里 我当时正好是应征入伍的年龄 但是为了不死在外乡 我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 用石头砸断了自己的一条胳膊 征兵的人一来见我拉不开弓 举不了己就免了我的兵役 但从那以后就坐下了病根 每到阴天下雨天就疼得整宿睡不着觉 不过我还是不后悔 不然我恐怕早就变成 卤水中的一堆骨头了 毕竟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白居易最后借这位老人之口写道 君不闻开元宰相送开佛 不赏边宫防独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中 欲求恩性立边宫 意思是说 唐玄宗在位前期的宰相宋景 不肯奖赏军功 是为了防止穷兵独武 唐玄宗在位后期的宰相杨国中 想要讨好皇帝 就要拼命地追求军功 而严重的是 杨国中这次攻打南兆的结果 仍然是大败而回 在南兆国都泰河城外全军覆没 这次大败 彻底地透支了唐朝的国力 也使朝廷威信扫地 老百姓怨声再高 下面我们重新把注意的视角 切换到安禄山身上 他现在已经是身兼三阵节度时 手下掌握着十八万九经沙场的雄兵 他正在冷眼旁观局势的变化 面对出将入相的路 被李林甫切断的现实 他在抉择着自已的未来 该向哪里走 唐玄宗曾想过恢复出将入相 赵安禄山入朝做宰相 结果被杨国中劝阻 最后收回成命 于是安禄山和杨国中的矛盾就更深了 而安禄山对朝廷存在的危险 也正如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呢 杨国中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向唐玄宗献祭说 安禄山已有想造反的意图 现在照他入京 他要赶来说明没问题 否则他必有反心无疑 唐玄宗照杨国中说的办了 结果 安禄山犹豫再三 居然来了 还向唐玄宗哭诉说 杨国中诬告自己 弄得杨国中很尴尬 等到安禄山回去以后 他就派人把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给抄了 此时两人的关系 已经是不共戴天了 当时摆在安禄山面前的情况是 自己掌握的兵力与朝廷相比 有压倒性优势 朝廷还刚刚遭受到了打南兆的失败 微信扫地 同时 自己的上升空间已经没有了 政敌杨国中还对自己步步紧逼 造反风险很小 但收益大的不可估量 显然 造反是安禄山的必选之路了 于是就在杨国中兵败南兆以后的第二年 安禄山打出奉旨讨伐逆贼杨阳国中的旗号 叛乱终于爆发了 总之 唐朝对外扩张造成朝廷的实力和威信下降 这就刺激了安禄山的野心 安史之乱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必然 本书的全部内容到此已经学习完了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期待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给我 我会逐一回复并保留您的宝贵意见 这期的学习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